我請教因為柯文哲除了他在投資眼光 以及對待台灣的這個事情 他的眼光是看走眼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他對內 是不是他用人的眼光也有問題 那這是蔡壁如講的 我過年發現蔡壁如怎麼還在接受專訪 而且下的標題很驚人 我才不要回去民眾黨 蔡壁如說會死得很慘 然後我們就進一步看 他認為民眾黨裡面的問題就是 柯文哲在別人面前要偽裝 因為他們身邊的人都已經把他 叫做神格化 我們就壓縮灰 神格化了 所以柯文哲認為說 他不能在這些人面前表現的有失落 失落不行 所以見到了蔡壁如才會問說 為什麼我在台北會選得這麼差 不是之前還在那邊說什麼 如果大學生才能 大學學歷以上才能夠投我 我就會贏什麼的 但是他說他在蔡壁如面前 是真的透明的 為什麼我在台北會選得這麼差 他沒有在武裝了 沒有穿那個國王的新衣 後來他認為說裡面是用人很有問題 然後溝通也有一些問題 於是用人的部分要怎麼樣調整 他講的是誰 這是一個 另外他說 他說就是柯文哲有想要找他回去決策系統 但是他說我才不要 為什麼不要 他說現在民眾黨裡面的生態 我如果回去的話會死得很慘 這些話當然記者我們就看到柯文哲的行程 跑去問他 然後柯文哲就講說 他在憂心的是說我們選舉的方式 是比較都會型的一種選戰方式 然後記者就發現說 我在問你 你怎麼回答 蔡壁如講的是你用人的問題 你怎麼會講到選戰的操作方式 不是這個 所以就說他是講你們人的問題 然後柯文哲講說 不會啦 你們記者每天都在挑撥離間 我們是如此轉述 又變成挑撥離間 那你覺得柯文哲身邊跟蔡壁如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長期看柯文哲 其實大家要了解 他的領導統譽 他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個管理學院 上過任何一個正式的管理的課程 取得任何管理的證照 那你如果看他過去的發言 從他自比皇帝 而且還不只比雍正一個 比了五六個 對 什麼漢高祖 你完全可以發現 其實柯文哲的領導統譽 就是從中國的敗官也使 比如說三國演義 比如說那些在寫清朝的皇帝 這些種種的 這些歷史小說裡面學的 你說他的領導統譽從裡面學 所以他會學到什麼 比如說他會學到一招 這些皇帝 從一開始 尤其是如果說是 不是出生於皇帝世家 是從民間打上來的 通常即位就位之後 他就會有一個習性就說 他會把他的工程做一個處理 對不對 你從他自比漢高祖 請問漢高祖把他的工程做了什麼處理 自比雍正 雍正把他旗下 蕭勇善戰的這些工程做什麼處理 當然現在不像以前封建時期那麼殘酷 所以他就運用了一招都說 好今天你們是我這個能夠做皇帝的工程 對不對 但是我又怕你留在朝廷當中 會形成不確定的因素 所以他就會用一招把你分封出去 分封到邊疆 而且給你一個很高的官位 比如說把你封一個親王 把你封個什麼王 給你一個很好的名分 但是你就在邊疆 好 在邊疆有兩個好處 因為第一個你會幫我抵禦外武 那如果你成功抵禦外武 我也賺到 因為邊疆都平定 但是萬不一 你如果說有一個三長兩短的話 那等於外武幫我處理了一個 我的不確定因子 現在蔡壁如他是柯文哲頭一等一的工程 從他在台大醫院地下室的時候 一路陪著他到現在 他是不是最了解柯文哲的人 是 他是不是對柯文哲最忠心的人 是 你不可能找到世界上 比陳佩琪之外 跟蔡壁如一樣忠心的人 好 可是現在問題是 他因為太了解柯文哲了 所以他對柯文哲是直言不諱 他就是可以講 你看 他在專訪裡面講的這些柯文哲旗下 有另外哪些人敢講 沒有人敢講 只有蔡壁如 為什麼 因為只有蔡壁如這樣的地位 他能講這樣的話 蔡壁如被送到台中去選舉 你會發現說 他現在慢慢在發揮 他當初送到台中的效果 首先第一個 他送到台中去 如果打贏了 那柯文哲大賺 我有一個區域立委 對不對 打輸了沒有關係 對不對 這他打輸了什麼關係 蔡壁如還說 我拿45%選票 我已經拿得很好 對不對 而且我跟盧秀燕學了很多 我偷了國民黨很多條阿咖 怎麼組織戰 我現在已經知道了 你看打輸了沒關係 再來 現在盧秀燕是不是找他當市政顧問 有幾職市政顧問 等於加入盧秀燕團隊 這時候對於柯文哲來講 蔡壁如幫他跟盧秀燕之間 做了一個很微妙的連結 因為2028年盧秀燕跟柯文哲 是敵是友 現在還未可知 但是有蔡壁如在中間做了這樣一個中介的時候 柯文哲也會覺得說 你在那邊 你也可以 我也可以透過你了解盧秀燕的動靜 我也可以透過你 未來我去台中 你好歹也要幫我安排一下 對不對 我也可以透過你取得中部的一些資源 姑且不論蔡壁如你跟盧秀燕關係如何 但至少我相信你一路跟著我上 你是我的血滴子 我的血滴子放 他真的用血滴子形容過嗎 我的血滴子放出去的時候 我相信你不會變成別人的血滴子 你還是我的 所以你看 他對於蔡壁如去台中 當市政顧問這件事情 他說 本來就是加入人家的團隊 本來就是要跟人家熟一點 柯文哲你看他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如果媒體拿別人的話去問他 他有兩種反應 第一種如果他想罵這個人 他就會順著這個把他罵回去 但是如果他想跟這個人維持好關係 他就會說你們不要挑剝離 對 那這次他對蔡壁如怎麼講 他說你們不要挑剝離間 所以他現在跟蔡壁如的關係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絕對不會決裂 絕對不會決裂 因為蔡壁如現在對柯文哲來講 反而是他佈局中台灣 非常重要的一個戰略的堡壘 大家不用為他們擔心 他們未來一定會接連不斷的 再展示更多他們這些民眾黨的權力布局 都會讓大家看得很清楚 蔡壁如應該也是聰聰的人 那他在跟柯文哲的互動 他應該知道說我講這個不會踩到雷吧 對不對 他應該思考過的吧 即使踩到雷也沒關係 也沒關係 因為蔡壁如他是第一個柯文哲 真的長年以來的心腹 第二個他現在有戰功 所以即便踩到雷 柯文哲與情與理都不可能 現在立刻把他怎麼樣 因為與情少說合作了這麼久 對不對 與理你怎麼可能現在去把蔡壁如 這個除之而後快 而且柯文哲的領導統律 他非常深信什麼 他非常深信下面一定要有派系 各個派系之間會互相制衡 競爭才會壯大 你們就不會做大危害到我 這是他多次公開講過 他的領導統律學 所以如果今天沒有了蔡壁如 那戰狼小姐姐是不是就無限做大 他也不希望 他也不希望 如果沒有戰狼小姐姐 蔡壁如不是也無限做大嗎 所以他在兩個 一個在宮裡 一個在宮外 兩個互為犧角之間 這個是柯文哲最理想的 領導統律的狀態 剛剛柯亞講到凡王 因為這牽涉我的專業必須要講一件 那個古代被派出去做王的 你不要高興 那個王其實是很可憐的 那個王有兩個規定 第一個不准離開你的屬地 封你到廣西你就不能出廣西省 出了你就不行 你那種王是王爺嗎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不准進軍 不准回來 所以今天叫蔡壁如不准回來也是對的 蔡壁如自己也知道 我要回到溫習 因為現在你就用宮廷來看 其實柯文哲底下就是一個宦官派 跟一個嫔妃派在對抗吧 宦官派就是那個黃國昌 因為我們要講 宦官這沒有侮辱 我們要了解 我們歷史講說官換人家有沒有 宦官最早是沒有阉割的 是後來發現怕這些宦官亂來 才開始把他們阉割 所以宦官跟太監並不相等 反正這個是宦官派 另外一個是嫔妃派 就是這個黃三三這一派 所以這兩派彼此 黃三三為什麼又是嫔妃 你是用性別去做區隔還是什麼 嫔妃就是圍繞著她的女人 然後對她言聽俱從 然後對她給她各種建議 你要好好定義 沒有沒有 因為為什麼說她是嫔妃 因為有個後宮 有個後宮在那邊干政 你看那個陳佩吉講什麼 要不是黃三三 民眾黨早就滅黨了 所以這是後宮表態了 我是站在支持黃三三的 所以蔡壁如當初是怎麼走的 就是被黃三三逗走的 而且柯文哲無情無異 為了她的高宏安要選清竹市長 蔡壁如論文有問題 蔡壁如也沒有再選 逼著她辭職 辭立委 然後來成就高宏安 那蔡壁如心裡不恨嗎 然後把我發配到台中去 去選一個反正選不上的立委 讓我在那邊孤軍奮戰 讓我在那邊受這種孤臣孽子之苦 每天去念楚辭 念離燒 所以對她來講 她心中當然知道 我唯有到外面去開疆僻土 才有存活的機會 我已經在中央沒有的容身之地